做日光浴,小心光害性角膜炎早上明 医师提醒,若去完海边或雪地后 发现有眼睛痛、流泪、胃光到无法张开 就是过量的紫外线造成角膜上皮受损 通常损伤后两到三个小时 会感到双眼疼痛、胃光与视力模糊等等症状 由于眼睛较为脆弱 角膜受到伤害时多半会难以忍受 治疗时医师会先替病人点麻药舒缓 再开立人工泪液与口服止痛药 通常病人休息一天就能够恢复 而不论受伤程度,医师也提醒 治疗期间要暂缓佩戴隐形眼镜、揉眼睛 以免进一步引起细菌感染 造成更危险的角膜溃疡 如果民众预计长时间要待在户外 出门前就要佩戴好符合抗UV标志的太阳眼镜 就能有效阻隔紫外线的伤害 而除了阳光造成光害性角膜炎 包括民众家中安置的紫外线灯 也要特别留意 在使用时千万不要直视 才能避免视力危机 记者不参有台北采访报道